PPD阳性就是肺结核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梁控利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影像中心主人医师 那么PPD阳性呢 就是代表这个人体内具有抗结核的这个抗体 具有一定的抗体 具有一定的反应性 所以如果PPD阳性 弱阳性呢 大家大可不必惊慌 就说明体内具有一定的正常的抗体 那么一般呢 我们在胎儿出生以后几个月之内 就要进行卡戒苗的注射 那么卡戒苗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刺激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而产生抗结核的抗体 那么如果是PPD阳性 就说明成人的PPD阳性 就说明它具有一定的抗结核的这个抗体 但是如果是强阳性超过15毫米 并且红肿 有水泡 有硬结 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说明它PPD强阳性 这时候呢 要进行综合的检查 比如说进行胸部的拆片 或者胸部的CT检查 看肺部有没有病灶 另外呢 如果是儿童呢 是PPD阳性 那么大家要给予一定的重视 因为儿童PPD阳性呢 对结核病的诊断 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一定要根据临床医生的 这个衣着呢 来进一步检查 来判定是否有肺部的结核 喔 喔 喔 ou 喔 喔 喔